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快要來農曆新年 一年之計在於春 不知道你有否習慣在指定日子的開頭的時候 訂立一定的計劃 農曆新年 通常人是1月1日西曆新年 通常來說 至少在我的經驗 或者我聽朋友說的 訂立了一些計劃 三分鐘熱度 不夠幾個星期就已經放棄了 或是垂樓失去了 到年尾的時候再慘悔 然後又重新訂立 然後又再慘悔 無限輪迴 所以我故意在1月1日的時候不說 去到現在過了1個月的時候 有些什麼堅持 或者要做還是堅持的時候 值得多分享一些 Before that 至少都說一下 上年成功堅持到的 令到自己好像多少信心 這個你都可以用這件事來鼓勵一下自己 不是說我的經驗 不是你回想起來 有些可以做到的 不做到的就傷心不要提 其中有三樣東西值得提 第一樣就是 開始了讀書 去到校園 雖然都是Online Zoom Zoom 不是真的去校園 這樣就來讀Econ 也成功地讀完 也得到一個叫做OK高的分數 之前也有分享過 89點幾 差一點拿不到90A plus 但是一個教授很人 For some reason 又加上那些 變成在最後的結果 就變成A plus 但是這個季節 會繼續再接再例 也是我今年的計劃 希望至少堅持多一年 也得到Econ Certificate 我欠四科 可能要去到下年年頭才讀完 到了之後 2022的時候 會不會繼續去修理完 其實就讀MASA Program 這是另一回事 我看看能否 survive 到今年 這是第一點 成功的 第二點 就是健康 健康除了做運動之外 就是飲食上 飲食上 我自己不是吃太多甜食 比起女生 雖然偶然看到我Youtube 都會陪我老婆煮甜品 但實際上真的不能吃太多 但是原來 水果裡面也有很多糖 我經常都會吃 二來就喝果汁 在上年年尾的時候 就完全戒了喝果汁 當然偶爾的時候都會喝包維他奶 慶祝一下的時候會喝杯汽水 這是偶然的 但以前的一個慣例 每天都會喝半杯 然後減到三分一杯 現在就完全戒絕了 另外 就算吃水果 不是果汁 也會果糖太多 影響過肝 我也停止了去吃提子 你看到我錄片都沒有買提子 不是故意忍惡陽善 雖然我又不覺得買提子是邪惡的一件事 Anyway 戒絕了 只是唯一有一次 Mini看到有些很大顆 又不是巨峰提子 不知道是麥桂提子 買過一包來試吃 That's it 接下來都會繼續堅持不吃 但是通常人去到黃昏的時候 都是比較早醋 口效利挖 還未吃晚餐的時候 如果真的覺得太過焦燥的時候 都會吃過橙 橙始終都會有多少少糖 但是比起提子 就好些 還有纖維度又高些 這個是底線 不能再轉太多 但我都不是一天吃一個橙 可能一個星期吃兩三個左右 不會太多 OK 第三樣 就是投資 投資每年的目標 都是一樣的 就是能夠做到 Above Benchmark which is Worldwide 我自己的Portfolio 的AssetMix Buy這個 這樣就是Above 它的平均 那我就叫做收貨 如果能夠每年賺多於14% 這樣呢 兩個 兩個 一個目標 一個就是高於 Banchmark 第二就是Above 14% 上年是達到各國的目標的 這個目標也會持續到2021年 是不會變的 我個人覺得 投資上 其實 如果你的目標是賺夠一塊大錢 就要享受那些 資金利益 或者幾時幾月去退休 那我目標相對來說 太過長遠了 還有 當你涉及太多Dollar 的時候 你會比較多 來比其他物質上的東西 或者比其他人的東西 就不是太過Pure 來去Focus 究竟你的Performance 做得Strong 還是做得差 所以我就把所有東西 convert to一個Percentage 既比自己的挑戰目標 同一時間 亦都比整個整個 整個的Market 我覺得會比較fair 不過這個純粹個人的 你未必需要 一定去仿效 各方面 第二 飲食 叫做好一點 亦都看到 榜仍然減少了 雖然相對很多人 或者我老婆我媽 都會覺得 我仍然是太過深港體伴 這個純粹是他們自己的錯覺 不是事實 但是 我都立志 來做多一點運動 希望 一個禮拜裏 有一點時間 來做 十五分鐘至半個小時的運動 每一個禮拜裏 有三至四天 一月的結果 就是 一半的時間 有兩個禮拜是做到 有兩個禮拜是做不到的 有兩個禮拜 只有兩天做運動 不夠三天 也不夠四天 希望二月的時候 就努力一點 上去 這個是其中一個目標 第二個目標 除了是Carry on 這個study之外 就是看這個economist 有很多時候 因為他太多articles 每一個禮拜 其實出成幾十個articles 通常會看到四五個 我要discipline自己 可能是臨訓前 或者起床的點床點席 賴床的時候 其實可以至少看到兩個 如果能夠做到這件事 但是呢 現在還是很難說 一個禮拜只有兩天 maximum三天 如果我能夠做到 堅持到一個禮拜裏面有五天 每天看兩個 起碼有十個 還有 其實看開又不只看兩個 有時候一看就看三四個 變相來講 最重要的 當然 Economist 我肯定不會看完 我會避免很多 我覺得不等待 雖然這樣說 就好像有少少歧視 但是這個世界 有這麼多事情發生 你不會避免全 譬如我不會看 什麼非洲 中東 發生的 除非中東 關於石油 但石油 他又不會避免全 中東的說法 我最主要是看他的 主持人 美國 中國 再加上 就是他提出 財務事業 我當作是 其他 那些 我當作是 乳骨 丟掉了 這是其中一個 納字 差不多 就是今年 目前 還有些 可進步的空間 Anyway 說完這樣 就是 你看看 中國人的新年 就是 春天開始 這個 其實就不止 只是中國人 以前的整個 農耕社會 無論是 這個 聖經裡面 又或者是 歐洲 都是 這個 春天開始 3月 Suppose 就是一年的 starting point 2月 也解釋到 為什麼 只有28天 頂龍 只有29天 就是因為 那個Suppose 是年尾 才是真正的 12月 尤其是 如果你用英文 來說 就不會有 什麼 一月 二月 不是一二三四 這樣順著 這個 就解釋到 在農耕社會 為什麼所有 計劃都是 start from 春天 因為 開年 吃完 團連飯 整個 冬天 其實某程度上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來做 沒有什麼特別的工作 除了要看著你的穀物 在貨倉裡面 不要被老師擔走它 吃鬼了它 被人銷毀了 被人偷了 whatever 很多時候 很多文藝 享受 做的活動 就在那裡 引育出來 是非常 productive 整個文明 在那裡 其他時間 當然是 春天 殺種 夏天 繼續努力 秋天 草莉收割 其他作物 未必是 按照這個時間 在田的邊 可能會種其他東西 whatever 但是 到了今時今日 的時候 有些人 仍然 都是 1月1日 開始 學生歌 當然 9月 如果是 藍半球 當然是 1月 開始 有少少不同 或者 跟著 之後 可能 你有一些人生中的重要日子 可能你是用生日來定位 可能是 兩夫妻用結婚周年來定位 所以 這些日子 都是一些 很重要的日子 你都可以每次 過這些時間 除了可以慶祝之外 亦都可以來回顧 來感恩 前瞻的時候 你又可以計劃 如何能夠做得更好 或者 說得比較壞 不會做得更壞 Anyway 今天 講到這裡 我們 去年 可能 可能 對很多人來說 是流年不利 希望今年 能夠開心 一些 計劃的話 旅行 不用想 雖然 這可能 是 暫時說 2021 都未必是最開心的一件事 今天分享到這裡 歡迎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和share